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 农场里的狐狸要举办生日宴会 邀请三只小鸡来参加 咱们又见面了 三只小鸡为能不能去狐狸家里做客 争论不已 鸡老二说 他听话 鸡老三说 去给他写一份警告信吧 鸡老大说 你看我打不过他 最后三只小鸡去到了狐狸的家里 进来吧 他们一进门狐狸就把门关上了 把三只小鸡全吃了 吃下了一堆鸡鸡鸡鸡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颜良回来了 我有马牌吧 你走了 周永平 我希望你还记得 记得你还有个儿子 等你们长大就明白了 不明白你的明白 不明白你的 周永平 周永平 你们真是奇怪啊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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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信威胁我 他不告诉我你要干什么 你叫我爸 要他打死你 那也是他爸爸 李婧 你以为你很了解他呢 不要我不要忘记他 你帮我 你帮我 我看警察来了 他抓你还抓我 我的人生都被你们毁了 我还会在乎你们报警 你不是让我 从小生以后熟悉的孩子吗 所以究竟是相信真相 还是同话 我是警察不知道 所以 你们选择相信什么 是什么 最后俩无论 最后俩无情是真的